有个吝啬的土豪 每天出门都担心家中被盗 想雇人看家又怕浪费钱 苦思良久之后想到一个好厨艺 他把家里的WiFi改成无密码 这样每次出门都会有几个人在门口蹭WiFi 从此再也不担心家里被盗了 很多事情反过来想就有不一样的结果 作为土豪都舍不得花钱 别人自然也舍不得花钱 所以只需要提供免费WiFi 就有人主动帮你看家护院了 生活中99%的人都是正向思维 因为这是人性 但很多事情都是逆人性的 今天咱们就聊聊逆向思维 能给我们带来哪些高级认知和意外收获 一个人借给朋友2000块钱 到了还钱日期 朋友便没有还钱 他想找朋友要 但发现借条竟然丢失了 这个人开始着急 因为没有借条 他就没有证据证明 对方也就可以千千不还 这个时候别人给他一个建议 让他发消息给朋友 我建议你的3000块钱过两天该还了 虽然他不知道什么用意 还是照做了 结果朋友很快回消息 明明是2000 下午转给你 这就是经典的立场逆想法 如果站在自己的立场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自己担心的是朋友欠钱不还 但没有证据 我们反过来想 朋友担心的是什么 肯定是我们让他多还一部分钱 如果把这个当成事实 对方就会主动证明 自己只欠了2000块钱 而这正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这个方法应用场景很广泛 只要我们站在对方的角度 投其所好 请其所悟 就能拿捏对方的心理 简单高效地解决问题 比如老公每天都回家很晚 妻子多次要求他能早点回家 都没有效果 妻子生气就把门锁了 结果老公干脆不回来了 最后妻子想到一个方法 老公十点前不回家 自己就开着门睡觉 从那以后 老公再也不敢回家晚 再比如一个人往购了一箱水果 结果有一半都是坏的 找删家理论 对方却不承认 这个人就去超市 买了两箱很好的水果 拍照并发不好评 水果太棒了 没有一个坏的 店家还买一送一 发了两箱 没过多久 这个店收到的全是差评 有个工厂生产了一批保温杯 但是保温效果差 开水倒进去 五个小时不到 就变成了40度 这东西肯定没人要对吧 但是扔了有可惜 毕竟都是成本 怎么办呢 他们突发奇想 从养生角度来讲 人每天要多喝水 这款杯子 五个小时刚好降到 适合饮用的温度 是提醒买家 应该在五个小时内 喝完整杯水 每天至少两杯 结果是 不仅杯子卖得快 价格还翻了一倍 正常思维下 人们对缺点采取的措施 都是尽可能改善和完善 但有时候成本很高 而且输效甚微 缺点逆想法 就是反过来考虑 如何直接利用这些缺点 把它变成 某些定义下的优点 有个例子是 摄影师发现很多人拍照时 虽然喊了321 但还是忍不住眨眼 所以每次都需要多次拍摄 后来他想了一个主意 既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生理缺陷 那不如让大家先闭上眼睛 等到喊完321 再一起睁开 果然 用这个方法拍出来的照片 每个人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 我们再把这种思维升华一下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缺点 在牛的大神也有软肋 而人们往往会因为一些缺点 就否定全部 但很多情况下 缺点也可以变成优点 有个名叫家里科恩的小伙子 他是失读症患者 没法快速阅读 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效率非常低 但这个缺点 也让他能记住 所看过的所有内容 所以学过的知识 掌握得非常好 毕业后 他进入了一家金融公司 最后成为了高盛集团的总裁 当年土豆传到法国 法国农民看得太丑 都不愿意种 有人就突发奇想 在种植土豆的 每块实验田周围 都安排了 全副武装的士兵 日夜把授 农民一看 都以为地里种了 很珍贵的农作物 于是就偷偷溜进实验田 把土豆偷出来 种在自己家的地里 渐渐地 土豆成为了法国农民 广为种植的一种农作物 正常人的心里都是 送者见 求者跪 心理逆想法 就是利用人性的缺点 颠倒黑白 把免费赠鱼 变成求之不得 把自己主动 变成让对方主动 这样一来 就能改变 事物在对方心里的印象 让对方跟着你的节奏走 如果你想快速 获得他人的好感 增进关系 正向思维就是 无条件地对他好 但这种努力 往往会造成 对方不珍惜的结果 逆想思维是 让对方付出 你没听错 就是让对方 给你提供帮助和服务 心理学上 有个著名的 富兰可林效应 富兰可林跟因为意愿 关系很差 但他想把意愿拉拢过来 于是想到一个方法 他打听到 意愿家里有一本稀有的书 就厚着脸皮 向他借书 没想到 意愿竟然同意了 一周后 富兰可林还书时 也表达了协议 从那以后 意愿对富兰可林的态度 竟然发生了 180度大转变 从此二人 话题为友 在一段关系上 如果一个人付出的越多 他就越珍惜这段关系 所谓的好感度 就是一个人付出的总和 所以这个方法 可以广泛应用到 恋爱 社交 职场 等各类人际关系中 不要总是想着付出 而是适当索取 就像人们常说的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关系都是麻烦出来的 古代有个穷秀才 静静敢靠 住在一家客栈里 考试前一天 他做了两个梦 第一个梦 是梦到自己 在高墙上种白菜 第二个梦 是在下雨天 他带了斗笠 还打了八散 他觉得这两个梦 预示着什么 就赶紧找算命先生解梦 岁门先生一听 连拍大腿说 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家吧 高墙上种白菜 是白费力气 带斗笠还打伞 是多此一句 秀才听完 心灰意冷 回到客栈 准备收拾行李回家 客栈老板一看 还没考试就回家 就问秀才是怎么回事 秀才解释完 老板说 你差点误了前程 高墙上种白菜 就是高中 带斗笠打伞 是有备无患 有些时候 人们的思维 被以往的经历 和认知禁锢了 所以处理问题 总是喜欢从一个角度 去解决 但如果能跳出思维定制 往往就会有 颠覆认知的全新见解 这一条需要我们 自己培养逆向思维 有句话是 我们引以为傲的 可能是我们 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以前的经验 学到的知识 都是一成不变的 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每次都不一样 所以不能用固定思维 以偏概全 最好能保持开放性思维 有个例子是 在一个博士群里 有人提问 如果一滴水 从足够高的地方 自由落体 会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卷了一下就热闹起来 各种假设 各种公式 各种计算 足足讨论了一个多小时 这时候 有个禁锁群的人来了一句 你们没淋过雨吗 群里顿时一片死机 有个人想租一个店面 就给门上的号码打了电话 但打过去之后 发现是中介 通过他们租的话 中介费特别贵 然后他拿了块石头 把窗户砸裂了 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说 自己不小心弄坏了窗户 请房东联系自己赔偿 果然没过几天 房东联系了他 而他也直接从房东那里租了下来 省了一大笔中介费 接着他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生意 又在门上贴了个出租信息 这次利用房东的身份 问那些求租者 他们想要租店面 做什么生意 最后 他统计了一下 从中挑选了最多求租者 想要做的那门生意 结果倒推法就是把终点看成起点 从最终目标倒推到现在的位置 同时获得前进的路线图 很多正想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思考 而且往往会豁然开朗 因为设定了目标 往往就是固定的 如果你从起点正想思考 就只有一条路 但如果我们从目标反过来思考 就会有很多种可能性 而你需要做的 就只是调整起点的位置 就像人们常说的 条条大路通罗马 不管黑猫白猫 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三国演义里 草传借鉴就是很好的例子 目标是十万只鉴 正相思维无非是增加人寿 加满加点的生产 但也很难达到预期 逆相思维是 反正就是这十万只鉴 造不出来可以借出来 过程不重要 完成目标才是最重要的 敢于反其道而私之 让思维向对立面的方向发展 从问题的相反面 深入地进行探讨 树立新思想 当大家都朝着一个 固定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时 而你却独自朝相反的方向思考 你就能看到 别人看不到的一面 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